听我们在外地点个 突然听到成都话 突然听到四川八字话 那把冲击话 那把志工 心腿哈就舒服了 对不对 这是新都击鼓说唱永 1982年 他从三河镇马家山崖墓 带着那年那月的嬉笑出了山 这位洪桃先生 身高48厘米 体宽32厘米 身板厚 二十厘米 他头扎金泽 额有花式 体态矮胖 收紧耸肩 上身赤裸 下身着长裤 左臂环抱着扁圆之骨 右手骨垂高举 他光脚眉鞋 左腿曲距于圆蹲 右腿平抬 脚心向外 他的打扮 肯定是中华服饰时的 经典一张 几股说唱永 而前述到皱纹 说明他人生历练已深 而眯缝的双眼半张的嘴巴 灰血奔放 嬉笑传神 说唱高潮的瞬间定格 几乎就是一部大汉演艺史 几股说唱永的制作工艺 夸张又不失真 粗糙 却很缠神 这份艺术与快乐 足以流传千年万年 东汉时 用陶永随葬 代替远古野蛮的活人殉葬 这是时代的进步 几股说唱永 新都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抗击疫情 大家乐观面对 你好 成都 感谢观看